城前与海的抹香金近年来在东部太平洋海域献宗 长期推广海洋教育的花莲多罗满赏金公司 筹备一年的时间与民间单位合作 透过搜集影像声音航机等方式 今年起执行为期三年的拜访太平洋抹香金牌计划 作为研究抹香金使用 也期盼能够唤起大众对海洋生态的重视 每年4月至10月为赏金记忆 过去发现抹香金出现的几率低于1% 但去年募集的几率提升至6% 且在去年出航募集金屯统计资料上 抹香金重绑单位积到了第5名 也引起相关单位好奇近年经常出现的原因 多罗满赏金公司在多位赞助者迟迟下 与花莲福尔摩杀协会、第一里路基金会、原永基金会等单位合作 今年起推动为期三年的拜访太平洋抹香金拍计划 随着这段时间来看 这两年我们可以发现大型的金种 以抹香金举例而言 他发现的几率竟然是年度1年比1年的高 而且甚至于离岸是越来越近 一个长达大概有16到18公尺这么长的一个金种 体重这么大 那出现的几率这么高 我们就更加好奇都是成为我们的邻居 怎么会对他是如此的陌生 也因此我们今年由廖宏基老师所号召 富尔摩杀协会 我们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在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领域甚至于出比较长的时段 能够看得到他更多更精彩的样貌 然后我们来撤之为太平洋抹香金的拍计划 也就是说如果每一季1到3月4到6月 然后以此类推每一次我们都出60个小时 每一次我们出去长达6个小时的船班 一按再往外推一点 如果能够看到大型金种他的行踪 行为举止甚至于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活动 或者他们在干些什么事情 我们把这样子的影像 甚至于我们会开始做声音的记录 然后以及他们所有的GPS的定位 然后全部变成是一个open data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原来这样大型的金种 离我们这么的近 他们做了些什么 那我相信就会有更多更多的数据 提供给大家去做研究 那这一段计划就不见得会是在花莲 会是整个在台湾的东部 然后一直在开始进行的做这件事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点 不同的地点 然后开始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计划当中 那很开心喔 我们在2月19号 预计就是在世界金鱼日的时候 做首行 在首行的时候 虽然没有看到抹香金 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数量 如此庞大的六七十种的卫虎金 他们的行为非常非常的活跃 甚至于有刚出生的小宝宝 我们收集到他的声音 甚至于他水下的金矿 都拍摄下来 那相信接下来 我们就会开始在网络上一直在做公布 然后也欢迎更多的人 你可以对这样子很好奇的人 你可以到官方网站来看更多这样子的资料 你也可以对这方面有兴趣做研究的人 你也可以进来 然后这些数据都是完完全全对外公开的 那当然你也想要看热闹 想要出来去看金屯有多么的精彩的 也欢迎大家来搭乘多罗满赏金 然后一起出海去 大型金种已被科学家证实 在赋予海洋生态及对抗气候危机 扮演重要角色 李世民表示 金筹被一年赤航级培训 计划名称的PI 分别为海洋无穷镜的循环 抹香镜露出海面的经纬图案 及计划航班的规划航线 计划范围为太平洋黑潮流域 骑程从今年至2025年 美机安排60小时调查航班 搜寻记录抹香金影像声音航机等 期盼能唤起大众对海洋的重视 建立台湾太平洋抹香金群的研究资料 记者长帮演华林志报导